美国国会警察局表示 一名年仅25岁的凶贤格林 周五试图驾驶一台蓝色汽车 从国会山庄的北部入口闯入 且中途还冲撞远警 之后撞上护栏 并手持一把刀下车拒捕 结果被警方击毙 而被撞死的远警 是已经工作18年的资深警官艾文斯 至于凶贤画面 也很快被FBI锁定 且确认犯案动机与恐怖攻击无关 由于事件被很多人怀疑 这可能是1月6号 国会山庄暴动的后续 因此中医院议长裴洛西 之后还决定国会山庄降半旗 来纪念这位殉职员警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